大家好,这里是云大师这样子的频道 今天来介绍一种豆兰 这个豆兰应该我之前没有介绍过 这个是蛇豆兰 这种蛇豆兰有分成小蛇、中蛇、大蛇 这一颗应该是中蛇,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那它的走经 这个是一种非洲产的兰花 有一阵子的时候这种兰花非常多 我记得在三四年前的时候非常非常多 到处都看得到 你只要去兰展的时候或者是去花市的时候都看得到 那突然有一阵子它就消失了 就是再也找不到了 这个就是商业上的 那个没办法 商业就是一阵一阵 这一阵子你看到一些兰花非常非常多 可能过个两年它就完全一块消失了 只剩下部分的兰源会有 那这个另外就是他拿去卖 大量卖卖完以后 然后可能大部分都在玩家手上或者是死掉了 所以呢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品种我会把它收回来的原因 主要也是这样子 那蛇很好玩 它为什么叫蛇呢 就是它的那个开花很像响尾蛇 响尾蛇的尾巴 那我会把那个小蛇的 我记得我有小蛇的照片 拍得很不错 中蛇我好像也有它的照片 那拍得不错的照片我把它放在那个片尾的地方有想要看的话可以去看 那这种豆兰 其实非常好重 它非常的耐干也非常的耐丝 它主要是产在非洲 那你要上板你要做盆子也可以 那尽量如果你要玩的话现在不是那么好找 有一阵子甚至我还有看过那个小蛇交中蛇的 个体出现 那这个就是豆兰 豆兰就是 豆兰其实就是我说的 之前有看过频道的话应该知道 豆兰的品种非常非常多大概有 超过2000种以上 不关不含交配客体就超过2000种以上 那它就是一颗一颗像豆子一样 那它中间会有一个走筋 有些走筋比较长有些走筋比较短 像这一颗就算走筋比较长的 所以呢你要种的话你就要给它一个比较大的盆子 像这个已经走到外面来了 就是理论上该换盆了 我是等雨季完以后才想要再换盆 那它非常好种 不怕太阳 然后 是少数我觉得阳台族能种的豆兰之一 吃豆兰真的是千变万化 那 说真的 要把豆兰种的好吃 环境很重要 因为很多 豆兰很吃环境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豆兰会突然死掉 你也不知道 它为什么会突然就黑掉 那大部分都是环境不适应的关系 但是 有一种有些大型豆兰非常的讨喜 非常的漂亮 像什么钢果那一类的 不过真的 阳台族大概是种不太活 原子可能会种的火好一点 它喜欢潮湿的环境 然后你看 豆兰是少数不怕湿的兰花 它是 喜欢潮湿的环境 但是呢 又不好种 尤其有些 国外进口的个体真的是非常的难种 你没有那个环境真的是种不活 好 那这个大 这个是棕蛇 那棕蛇其实 棕香尾蛇其实它开出来的花是 我记得算铁色的 蛮有趣的 它从旁边抽花出来 那 像我这个现在目前有两个走金 一个走金 你看这个已经分叉了 分成两个走金 如果你到买的时候 记得是买大盆一点 豆兰的走速度很慢 你在小盆的时候 你可能从一颗豆种到两颗豆可能要种一年 两颗豆种到三颗豆又要种一年 那等到三四颗豆以后 它就开始分叉 你们看到这分叉 分两叉 分两叉以后速度就快了 一次出现 一年出现这两颗 然后再大一点又会继续分叉 有可能变成六叉或八叉 那速度就快很多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玩豆兰的话 建议是买大盆一点 不要 买一颗豆两颗豆 以前豆兰都算用豆子在算 像一颗两颗三颗 多少钱 现在这几年 可能量比较多 或者是 比较多一点 它就不是 不是有些品种是用豆算 有些品种还是用盆算 记得如果你看到盆的时候 你要知道它豆数有多少 不要买太小的 买太小真的是你会种到 偷昏倒 可能要三四颗以上它才会开花 然后但是它可能三四颗可能就要走 养个两年 所以你就会觉得非常没有成就感 像我那边有苹果豆兰 苹果豆兰我现在种了 我那时候买的是两颗豆 经过一年以后变三颗豆 目前只有三颗豆 你就知道那个速度有多慢 你会种的有点没信心的感觉 苹果豆兰也是少数 我觉得 蛮好看的豆兰之一 少数那个豆兰是看 看植株不是看花的 因为豆兰的花是千变万花 有些花不是很漂亮 有些花普通 但是它像这种植株 这种花就觉得蛮好看的 它就不像是 不像是有些豆兰它花是 不好看 然后像这个花 它花是没有味道的 它其实 比较特别是它的那个花的 梗的地方 看起来像响尾蛇 但是它的真的花很小一个 附在上面 小小的小小的 这样子 好我会把照片 破到最后面 有没有大家玩豆兰的 可以一起来 讨教一下 说真的我以前真的非常喜欢豆兰 以前我曾经在有兰远的时候 那时候至少收过 好几百种的豆兰 的豆兰 后来都是下水区的 而且有些移回来也没有环境 就会死掉 好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这个就是今天所介绍的 中翔尾蛇 我这边有大翔尾蛇 中翔尾蛇跟小翔尾蛇 小翔尾蛇 除了 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红色 一种是绿色的 最近还有看到白色的 比较特别 就是白化个体 好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